2018年6月23日,火箭少女101承载着大家的爱一路前行,把希望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。 我们了解到,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全国复联的领导下启动了春雷计划公益项目, 帮助失学女童重返校园,为贫困女童敞开通向成长之路的大门。 火箭少女101将携手春雷计划,为更多女童送去呵护与温暖。 春雷计划从1989年启动实施到现在为止,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益项目之一。 春雷计划的帮助对象不仅有九年义务教育的女童,也有处在高中、大学阶段的女孩。 春雷计划不仅为女童教育,提供帮助,同时还关注着女童的健康和安全。 春雷计划在过去的30年里,已捐建春雷学校1811所,为369万人次女童带来了爱与希望。 2019年6月22日,我们将以火箭少女101的名义,与春雷计划合作开展春雷101行动项目。 在春雷101行动期间,我们将资助101名高中再读女童。 资助时间为一年,帮助她们的学习和成长。 被资助的101名女童中,将有11名女童与我们手拉手,一帮一。 我们将为她们送去一对一的关心和鼓励。 我们将以实地探访、无偿捐助、创意公益等项目方式,让101个女孩的读书梦想闪闪发光。 少女牵手女童,传播中国正能量女子力,为春雷与童洒下温暖阳光,延续爱与希望。 火箭少女101将一路走来的勇敢,真诚传递给101位女孩,也传递给每一位陪伴火箭少女101的粉丝。 我们应以影响力回馈社会,以真善美面对生活。 明居亮亮,一同向前,渺小灵火。